欢迎来到克莱夫投资理财 今天我们接着分享一下 加州的Long-Term Care Tax方面的问题 在上一次讲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了对这个Tax的分析 这次呢过去这几周 我找到了我和我儿子打算用的 试图避开这个税的办法 所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细节 如果对于大于30岁的人来说呢 是可以买一个单独的Long-Term Care Insurance 这个相对便宜一些 然后对于不到30岁的人 那么只能就买Index的Universal Life 然后带LTC的RIDER 不过不管你怎么买 因为法律都还没有定 所以它潜在的风险永远是在的 也就是说有可能等法律定了 那时候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费半天进行花钱买的这些 不能Opt Out 这个可能性是绝对在的 这时候你可能会浪费几千块钱 但是我这么做的原因 是想得到这样的好处 就是我有可能就能Opt Out 就不用再交这个Long-Term Care Tax 如果这个法律变成真的法律的话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是宁愿承担损失这几千块钱的风险 为了能有这个可能说将来不交这个税 所以下面来看一下具体的细节 对于30岁或者年纪更大的人来说 可以买这个Stand Out Loan的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这时候我选择了足够的Benefit 就是覆盖到加州的之前提出的计划中 最高的Benefit 也就是说 两年中每个月6000块钱的好处 总数是14万4 并且我也加上了3%的Inflation Protection 就让这个Benefit每年涨3% 但风险就是绝大多数的LTC 都是有这个90天的Elimination Period 这个我也就选择承担这个风险了 然后我看了若干不同的公司 最接近的两个公司呢 第一个公司说按照我的年龄 我要每年交6000块钱 交15年 第二个公司呢 说我每年只交1%的钱 但是要永远交 只要我活着 不过呢 这个公司有个特点就是 它很灵活 一年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Benefit降低 降低到多少 比如说加州说 你的Mustle Benefit 只要是1% 是每个月1500就行了 那么我也就把它降到每月1500 或者说两年36000 那我的Premium可能也就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甚至呢 它也可以允许我把inflation这个protection去掉 也就是说如果加州说你要opt out 不需要inflationrider或者inflationprotection 那么我可以把它去掉 都去掉之后 我的Premium甚至每年都不到400块钱 所以有这样的灵活性 我想我先交到最大 根据法律出来的情况 我再去下降 这样我觉得是最便宜的办法 然后具体这个公司和agent 因为我跟他们没有任何inflation 他们卖多少的话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会得到任何钱 所以我也不愿意 把他们的名字和公司放在这儿 但是呢 如果大家订阅我的channel 然后加入这个电报的组 那么是可以 我愿意在这个电报这个群里面 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 然后从电报群里 也有一个指针指向说 讲中文的朋友的微信群 我们在那里面也可以用中文来交流 大家两个群都可以加入 那么对年轻的人来说呢 不到30岁的 我能找到的比较好的办法 就只有说买这个 Index的Universal Life 并且带Lang-Term Care Rider 然后呢 我要选最大程度的选Lang-Term Care Rider 我看到的这个Plan是可以选4%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把Death Benefit 做成15万 那么就可以做到Lang-Term Care的Benefit 每个月6000 持续两年 也就是加州最高的这个 14万4的这个这一档 然后我选的这个公司呢 也是可以将来能减少Death Benefit 并且减少这个Premium 所以它有类似的灵活性 就是根据具体法律的情况 它要多少 我就给它降到多少 我尽量选到了一个最大 不过它也有它的风险 它的风险就是 一方面仍然是 它也有90天的Elimination Period 并且呢 所有的Life Insurance里面的LTC Rider呢 都是没有Inflation Rider的 所以如果加州要求这个怎么办呢 那么我打算用的一个办法就是 多买 怎么说呢 我比如说 我买它4倍的这个Death Benefit 我不是每个月6000 而是每月24000 按照每年3%这么涨呢 每个月6000要涨47年 才能涨到4倍 或者说你觉得4倍太多 你买3倍 或者买2倍 这是看你个人的需求了 买的越少当然就越便宜 但是它不能opt out那个税的风险 可能就越高一些 然后呢 这个Index的Worthal Life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根据Stock Index 上上下下 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因为它涨的速度 不一定 如果是熊市呢 它的看市万流是不涨的 这里头比较复杂 我完全可以用另外的一个小时来讲 但是在这里头 因为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开Long-Term Care Tax 所以呢 我就不细讲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Agent的信息 因为同样的原因 我不打算给他们在公开的做广告 但是呢 只要大家加入同样的一个电报群呢 也订阅我的频道之后 那么我可以在群里分享 同时从群里也有怎么加入微信群的 那个信息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